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8月26日,星期五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看到恒指今天就是高開了,然後就是在高位有一些回落,看看一看日線圖 如果前面這個浪跌下來的話,它應該稍後那個MACD也要上回水線,還有STC也要上回70 所以大浪方面也還未升完,看看期貨圖,看看周線,周線這個B浪就應該完了 B浪是用了A,B,C去做 而這個C浪呢,就是這個位置去到這個位置,它裡面的五個浪都出光了 看見到就是1,2,3,4,5,這樣出光了,比例上也吻合,看看 看看1至3浪和5浪的比例 0.382,0.382,0.382倍,跌穿了之後也是站穩的,有機會結束了5浪的 所以現在就是,就先不算之前的浪是走什麼浪,那這裡走了1,2,3,4,5呢 那都最少會有一個A,B,C的反彈 那所以如果今天收羊竹,都還是A的,因為它最少都要出一個羊,陰,羊這樣的走勢 那即是說,最少要去到羊,陰,羊,陰,這樣才開始有機會轉回跌 要不然它都是羊,陰,羊,一直都是羊,這樣都可以繼續上 那即是說,現在都還有高位的,那即假設今天就算收音竹也好 那之後都會有羊竹出,那即是有高位的,所以就要這一點要留意 那現在看看它是走什麼浪呢,那短線就有機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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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上去這裏這個,假設它是,那,那1,因為如果,那如果這裏是,那這個B浪完了,那這樣就走到C的,那C都會分成C1,C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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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C2,C2,C4,C2,C2,C4,C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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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暫時數是1浪,1浪是分為5個小的浪,1,2,3,4,5 跟回量度,跟回1,2浪去量度,1,2浪,看到如果是1,2浪也似,這個位置升穿了7倍,3浪就不應該多過1浪7倍 所以這個位置不是3,3應該是這個位置,所以1,2,3就應該出了 跟著這裡是4,同2浪是1比1,量度過是1比1,2和4是1比1比例,所以比較吻合,所以這裡應該是5 如果是5的話,可以量度一下,就是拿回1-3浪和5浪比較,看到它站不穩,0.320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5浪有機會在這個位置中止了,就是短線一個小5浪有機會在這個位置中止了 上面對2-21比1,1这个比1-3,6 rated,提了5的每一回用的5%,超越9,2賺圈南 Lets 先看看Retracement,看他現在做了一浪的回套的幾個百分比 暫時0.236都沒有,所以就未似這麼快調整完 通常比較少都0.236 所以現在會不會落到19600的位置都有機會,因為如果這裏是一浪完了 二浪是可以去到一半的位置,大概19700 再上去 但是二浪回套可以多可以少,所以都比較難說 就是知道現在是 就是知道日線圖會有一個陰陽 這樣的走勢 如果正常來說應該就走這個C,最終都會升穿 22400的位置,就是這些位置應該會升穿 所以都是 逢是回套的時候都是找低位看好,這樣會比較適合 因為之前看到這裏彈上去,都是彈得比較厲害 看到是一個星期可以升三四千點 很難說會不會再發生類似的情況 所以這些位置看淡就會比較危險 看見這裏的周期,時間周期上,這裏上下,上下,上下,上 暫時都覺得是比較像是會上幾個星期 那這裏都是,這一個位置都是四個星期 這裏就是八個星期 所以這裏應該暫時都是第一的,就是一個第一個星期 如果跟這裏前面一樣,都是要升四個星期 那,行指就是這樣的看法,看看上陣指數 那,看看上陣指數的日線圖,見到今天就衝了上去回落 暫時呈現著陰燭,都應該是在做這裏先上去那個星期的回套 稍後都像是上,那,日線,這個位置是一個小一浪,小二浪 那,現在就應該走近小三浪 那,先翻穿這個一浪頂的確認 那,因爲它這裏下去ABC的結構都出了,所以都比較大機會呢 這裏都是完結的,那個回套 那,現在只不過是回套這裏的星幅 這樣上,那,看看導致走勢 那,看看導致走勢,看到日線圖 那,前面升上來的1,2浪 那,3浪,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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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 那,裡面走勢,驚導致,4浪,4浪,4浪 如果他覺得在這裏下跌下來 反彈再下跌的話 還是要留意50%的位置 暫時短線來說他站穩了0.236 應該稍後都去到0.382 即是這裏33343這個位置 都未到 所以都要有少少的常鮮空間 看看站不站穩 如果站得穩可以去到0.5 即是33524這個位置 通常都反彈到1.5 如果站1.5 如果站不穩 那就有變數 可能會這樣再下跌 但如果站得穩50% 應該稍後都去升酸懷頂的機會比較大 嘗試就是 都會有人覺得始終都是看淡的 所以就會留意著這些反彈比例 看一看 陽光次站不平 回次站不平 itezch 看一看4小時圖 看到4小時圖去到反彈比例0.382 parallel 了 宣傳⋅ 這位置 就會暫時暫時沒有位置 大業者 因為他還未到0.382 他還未到0.382 道指好像差一點 到了 如果用2浪的終結去度就到了 如果用2浪的最低位去度 這樣還未到 是否差一點點才到 所以也不排除他可能會 還有多一下 穿一穿再上 也有這樣的可能 但在STC就 又好像不太遲了 看到的STC都在超過測的位置 如果正常 應該就會開始升穿這個頂 看一看黃金的走勢 看一看黃金的日線圖 這個位置 也是走過 下跌浪的1,2,3,4,5 之後開始有個反彈 反彈又分成 A,B,C 正在走著C 看一看 A在這裡 上去是A 然後這個是B 應該在走著C C就要升穿這個A A,B,C 如果是比例上 就去到1比1 通常都 1855 所以 黃金暫時 都是比較看好 看看 原油的走勢 看看原油的走勢 看見周線圖 周線圖 拉回延期 就會看到 支持位 就是1比1 就是85.66 以下 就跌穿過 然後彈回到0.764以上 在0.764以上 在0.764以上 又有滑滑 又再做上映 如果這個星期 站不穩 0.764 都還未能看到99元 那些位置 分分鐘它站不穩 其實可以再試 85.66 所以這個星期 逢是94.11以上 看淡 就會比較 好手一點 看一看它的 日線圖 日線圖 日線圖的STC 都超過了 還要死差 所以這些位置 如果它是一個反彈浪 如果它是反彈浪 就有權 跌穿的底 即是在這裡 如果它是由這個位置 開始是一個 A B C 看到是 陰陽 陽陰陽 再收回 陰陰 有機會反彈就完 會 跌穿 這個底 但如果它是一個 A B C 就收回陰燭 即是這個 確認了是一個 有效的 阻力位 如果這個位置 升穿 可能會升得比較多 即是這裡是 1 2 3 又或者這裡可能是 A B 這個位置是C1 C1 回陰再升穿 就是C3 所以一升穿這個位置 可能會升得多 但是暫時還沒有升穿 所以它都可能是一個 A B C 再跌穿的底 如果是月線圖 就比較看淡一點 因為它這裏 就像是 這裏不像4浪 因為這裏回了下來 回了 看見是 5 6個月左右 跟二浪比較 看到 就多過一些比例 多過三倍 因為四浪 就不應該多過二浪的三倍 根據一些波浪規則 四浪不應該多過二浪的三倍 看到它已經多過三倍 三倍的位置 是這些位置 98元 跌到八十幾 所以這裏不應該是月線圖的四浪 只能夠說這個是一個 A浪 因為它有陰燭 由這個位置開始出 所以暫時都是A的 只不過是 不知道它跌到什麼時候 會有個B 有個B才有個C 所以這一點都要 都要留意 還有那個月線它 如果是那個A還沒跌完 下個位就應該是八十二元那些位 因為是那個Retracement 0.382的黃金比例 即是這裏的一個A浪呢 可能要去到八十二 那才有反彈 那才有反彈 那彈的B 那B 可能會去到九十九 那C呢 就會落到下面 六十七 甚至乎是五十三 那樣的 看看會不會這樣走 那就是這個看法 那就是長遠來說 應該那個原油就比較看得淡 那看看 一看 美元指數 那看到美元指數月線圖 看到它在做上映線 那上面的空間似乎就不是太多了 那看到日線圖就 收回一支羊竹的 昨天 收回一支羊竹 那如果它是四浪呢 那它就開始5浪了 那如果它是走1 2 3 4 那現在就收了羊竹 所以開始5 那如果它是一個反彈浪的 A B C 那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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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1 那它就結束了 那 那 這個是 羊竹是2 如果轉回音竹 那應該是下跌3 那 那看看會不會是這樣 如果是1 2 的話 1 2 然後 3 那 那 就是這裏的反彈 就有機會跟 2A和2C 1比1比例 那就是說它彈 可以彈得 有權 有權彈到這些位置 才再下跌 那 2C就是 跟2A是1比1比例 可以是這樣的 A A B C 這樣做 那看看小時圖 那 看到小時圖 就 用回前面兩個頂 那 拉回趨勢線 那它反彈有機會 受制 這條趨勢線 就是可能 升一升穿 那它就落回來 那它就觸發它向下突破 那 就是可以這樣 那趨勢線 留意著 還有留意著 這個1比1的比例 那就是這個2A 跟2C的比例 就是1比1 那 那趨勢線 是低過它的 低過這個比例 那就是大概 都在這裏 這些位置 阻力位方面 那 就是 這樣的看法 那 那今天這條影片 就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like 訂閱YouTube 可以訂閱回 亦都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亦都可以考慮 裝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那我們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好